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晚上要本着圣经来谈更美的成长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代非常忙碌 我们必须要投入很多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或许我们可以养活家庭 或许我们得到在工作上面的专业知识能力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道理越来越不清楚 信心的成长很慢 所以我们相对的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时候 我们花的时间太多 同样的在属灵神这一边 我们的成长就比较缓慢 所以同样的在属灵神的成长这一边 我们的成长就比较缓慢 因为我们花的时间心力比例不同 因为我们花的时间心力比例不同 很自然的就少了在神面前的一种成长 很自然的就少了在神面前的一种成长 在台湾有一户 他们很早就移民到其他国家 在台湾有一户人家很早就移民到其他国家 最后读到博士 而且在大学教书 在政府又有很好的一个工作 在政府上面有很好的工作 一个东方的亚裔人在其他国家 能得到这样的成就不简单 一个东方的华裔人在其他国家 读到全世界有名的学校 读到博士的学位又拿到很好的成就 是不容易 这个生活的过程很辛苦 这个生活的过程相当的辛苦 后来妈妈带他们信主 神祝福所以后来有这样的成就 但是为了拼这个成就 他就在青年到诸社会工作 就很少在教会出现 教会对他有期待 因为能够有很好的成就 又得到博士学位 但是很少出现在教会 你怎么会知道教会的运作 你怎么会知道属灵的事情更多 你怎么可能在属灵的信仰 会有很美好的成长 所以关心他的教会的长辈 会提醒他 所以关心他的教会的长辈 提醒他 但是他真的忙 但他真的很忙 政府也要忙 政府也要忙 大学也要教书 大学也要教书 到处演讲 要到处演讲 是名人 是名人 讲一个小时的话有钱 我们讲一年都没有钱 他讲一个小时的话有钱 但我们讲一年都没有钱 算时间来寄钱 他是计时来到算钱 你不信你把你的话 讲到喉咙沙呀 谁付你钱 你不信的话 你讲到喉咙沙呀 都没有人付你 不得了 不得了 那种话 用钱可以算 时间可以用钱算 他有感觉 他的话和他的时间可以用钱算 不容易 他的话和他的时间可以用钱算 是不容易 我们很少 我们很少可以这样 我们随便讲 也是没有一毛钱 我们随便讲都没有一毛钱 所以我们讲太多 反而还被人家攻击 有时候我们讲太多 没有钱还被毁败 没有钱还被毁败 但神有神的方法 但神有神的方法 结果他生了一场大病 结果他生了一场大病 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 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候 他生了一场大病 医生说你得到癌症 医生说你得到癌症 整个人垮下来 他整个人都垮下来 生病就已经很难受 还是癌症 生病就已经很难受 而且还很难受 在这个时候 那个国家 所有的真耶稣教会 为他祷告 所以那个国家 所有的真耶稣教会 信徒为他祷告 我也得到他的信息 托人联络到我们这边 所以要帮他祷告 我也得到他的信息 他偏偏就是在那个最渺小的那个地方 被神救过来 医生说 那个最渺小的生活的基率 他偏偏在那个基率上面 被神救回来 尤其他自己做祷告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做祷告的时候 一个博士 一个国家政府重用的人 一个国家政府重用的人 一个不可多德的人才对这个社会来说 一个不可多德的人才对这个社会来说 他这时候在神面前哭了 他这个时候才知道 我世界这些成就拿到神面前又算什么 我世界这些成就拿到神的面前算是什么 我赚那么多钱 也不过是为了生活 我赚那么多钱 都不过是为了生活 我赚了很多钱 你一餐还是吃一碗 你赚很多钱 你一餐都是吃一碗 我看 我的年龄虽然不大 但是我现在有时吃一碗 你吃不完 我看我的年龄虽然不是很大 但现在我就是吃一碗都吃不了 你赚一百块 你赚一百万港币 你还不是最多吃一碗 你赚一百万或者赚一百万港币 都是吃一碗饭 何必你花更多无聊的时间 离神更远呢 何必花更多无聊的时间 离神更远呢 没有用嘛 你一餐只能吃这么多 你一餐只能吃这么多 你吃太多 你也受不了 你吃太多 你一天三餐的定量 一天三餐是定量 他想到这里哭 他想到这里哭 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连他自己认定要死了 因为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会死 因为医生也这样讲 因为医生也是这样讲 他看到异象 他看到异象 他看到有一棵树 树上面有一个很可怜的小男孩 树下面有一个很可怜的小男孩 他觉得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 他觉得这个小男孩太可怜了 无家可怀 怎么没有父母亲呢 他在哭 他后来男孩转过来 他一看原来就是他 他一看原来是他自己 异象里面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 他这个时候哭 我拼世界那么多有什么用 我拼世界那么多有什么用 我好像很有成就 人家看我很有成长 人家看我很有成长 但是神不是这样看 就在那个小男孩哭到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 就在那个小男孩哭到没力气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家穿结白衣服过来 就把那个孩子抱起来 放在怀中 然后把他安抚 就安抚他 这个小男孩就不哭了 这个男孩就不哭了 他就笑了 一直看着这个老人家 一直看着这位老人家 老人家也没有把他放下来 老人家没有把他放下来 抱着就说平安 抱着他就说平安 他看这样的意象很感动 他看到这样的意象很感动 原来我拼这个世界 原来我拼这个世界 为了生活 是应该的 但是不是我人生终极目标 所以神不是看这个 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所以神不是看这个 而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你得到这一切没有用在神这一边 你的成长是没有用的 你那么多财富不懂的奉献 你得到这么好的教育 不懂得服侍主 你得到这么好的教育 不懂得服侍主 你得到这么好的社会成就 不懂得传福音做主公 你得到这么好的社会成就 但是不懂得全部人做用功 有什么用呢 你的人生有什么用 你的人生有什么用 你不懂得回报感恩在神里面 你不懂得回报感恩在神里面 他看完这个意象 真的回转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也得到了宝贵的圣灵 在这个时候 他们都得到宝贵的圣灵 做了很大的调整 做了很大的调整 就这样子 他可以很顺利的 在那个百分之几里面活下来 所以他这样就很顺利 在那个百分之几里面活下来 然后去认身服侍主 之后就认真服侍主 他就把外面的工作减少 他将外面的工作减少 他赚那么多 白天赚 晚上赚 他现在只要做白天就好 他现在只要做早上就好了 晚上不赚 晚上不赚 聚会 然后白天有可能 还可以帮忙教会工作 然后白天尽可能都可以帮忙教会工作 他真的做了调整 后来他的服侍被肯定 后来他的服侍被肯定 读那么多书 有一个好处就是 本来修养就很好很谦卑 读很多书 有一个好处就是 本来修养很好很谦卑 现在又回到主的里面 现在又回到主里面 大家很肯定 所以他大家都很肯定 后来被立直视 后来就被立直视 所以他在社会可以工作 而且在教会里面 也得到教会的重用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 而信仰属灵的成长 会多过于弱体生命的成长 而信仰属灵的成长 会多过于肉体的成长 所以我们这个要自己好好做一个认识 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好好做一个认识 这个才是我们要谈的更美的成长 这个才是我们要讲的更美的成长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四十节 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 在新约圣经第七十九面第四十节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成长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成长 是一个很美的成长 是一个很美的成长 这里说他的肉身长大 而且强健起来就像大人一样 而且强健起来就像大人一样 我们有时候会有的人我们看到长得矮又长得高 我们会看到有些人长得矮又长得高 但是一个人的美好的表现不在乎他高矮胖瘦 我曾经到过监狱去布道好几次 我曾经去监狱报道好几次 我告诉你那个帅男美女都在里面 我告诉你很多帅男美女都在里面 身材结实的很多都在里面 身材结实的很多都在里面 真的女的很漂亮 男的很英俊 一八多一九多的很多 一七几的很多 他们曾经在外面在社会也是有头有脸 他们曾经在社会外面都是有头有脸 但是后来犯法 在监狱里面 就在监狱里面 长得也不错 生得不错的 所以高矮胖瘦那个不是绝对条件 所以高矮肥瘦不是绝对的条件 我们千万不要拿人家开玩笑 长得这么高这么笨 我们千万不要拿人家开玩笑 这么没有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 你也不要看人家很矮 那么矮那么肥 干什么用 你也不要这样讲 你也不要因为人家矮 就说你这么肥 那么矮 你如果用这种说法 你自己就比人家差了 你如果用这样的说法 你自己就比人家差了 你怎么用这种话来形容别人 你怎样可以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别人 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神尊重的生命灵魂给他 神都不嫌弃他 你为什么随便乱讲 神都不嫌弃他 你为什么随便乱讲 所以那个外表的身材无所谓 所以外表的身材无所谓 肤色也无所谓 肤色也无所谓 我们圣经没有看过说黑人不能得救 只有白人可以 那我们黄总人怎么办 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过 只有白人可以得救黑人 或者是信什么都可以得救 其他的信都不能得救 或者是信什么的可以得救 其他的圣士都不得救 不是这样看人的 圣经没有这样看 圣经没有这样看 所以一个肉体的长大 代表一个人的各方面的成熟 所以肉体的长大 代表一个人各方面的成熟 除非他生病了 我们也要体谅 除非他生病了 我们要体谅 我曾经被一个姐妹问到一个问题 我真的不会回答 我曾经被一位姊妹问到一个问题 我不懂得回答 因为有一个目道者 他是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 他是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 他求圣灵的时候 其实我也被他吓到 他求圣灵的时候 我都被他吓到 因为我在按手按一按 我按手按一按 他很认真祷告 他很认真祷告 我不会在那边乱抓 我手是放得很好的 我按手不会在那里乱动的 我手放得很好的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船道在按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船道在按 我就觉得他的头发很奇怪 为什么好像长得不太平均 我就觉得他的头发很奇怪 后来是我按 后来我按 我按完以后就按旁边 我按完之后就按旁边 我再回来说 咦 怎么这里突然有一个没有头发 然后我再回来看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没有头发 奇怪 刚刚在我旁边是有头发的 奇怪 看我旁边是有头发的 突然没有头发的 我变得不认识他 我变得不认识他 我蹲下来看 我蹲下来看 这不是那个经理吗 这个不是那个经理吗 结果后面有几个姐妹没有祷告 结果后面有三个 只有没有头发 原来他为了要祷告 专心他把他的头发拿起来收到口袋 他为了祷告专心 把他的假发拿起来收到口袋 后面就有人看到就化呆 后面有人看到凤凰 看到他目到快一年了 一直都是有头发的 因为见到他目到就快一年 一直都有头发 所以我有点调识不来 刚才有头发就被我拿掉 所以我有点调整不过来 为什么刚刚有头发 是不是被我拿走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秃头 还没有三十岁 大家习惯他有头发看得很英俊 身高也是差不多一八年 大家习惯看他有头发很英俊 身高也都差不多一百年 后来要受洗 我跟他讲 你受洗那个头发要拿掉 后来他要受洗 我跟他说 受洗头发要拿走 不然等一下我们在大河流 那个一流走 怎么追 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大河流 那个一流走 我们怎么追不到 他说好 一直要轮到他受洗的时候 他再把他那个可爱的头 那个真的很漂亮 好像看得一样很好 他就把他那个很可爱很美的头发 站在那里发呆 一直到我们受洗完毕上来 我跑来走 穿到穿到穿到 偷什么没有头发 他问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没有头发就是没有头发 可见她的头发是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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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可以没有头发 又这样问 姐妹就问 为什么可以没有头发 你问我我问谁 你问我我问谁 可能主耶稣认为她没有头发比较帅 可能不给她头发 还好后来她结婚 有一个姊妹欣赏她没有头发 神的国度也没有分手 有头发没有头发的婚被 神的国度也没有说有头发 和有头发的婚被 一个人的身体 肉体的长大 他的成熟比较要紧 你看到四十节这里说 耶稣不但长大 而且充满智慧 四十节这里说 耶稣不单只长大 而且充满智慧 然后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然后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我们再来看五十二节 我们再来看五十二节 第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新娘 并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都一样增长 一切增长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就有这种表现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表现 哇 这个是提早成长 这个是提早成长 我们现在几岁 我们现在几岁 如果有时候 我们的孩子三十岁了 哎呀 还不懂事 有时候做父母亲的很紧张 有时候我们的小孩 达到三十岁了 都仍然不懂事 我们的父母身头很紧张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美的成长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美的成长 身体的长大 智慧的增加 神的恩典的同在 神的恩典的同在 人家看得到 喜爱他的心也增长 人家也都看到 喜爱他的心也增长 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在世界这边身体 生活的成长 其他在神这边没有 我们不可以只有在世界身体和生活上面的成长 在神这边就没有 希伯来斯也很强调这方面的道理 希伯来斯也很强调这方面的道理 他说要熟悉人意的道理 他说要熟悉人意的道理 然后长大成熟 然后长大成熟 在神的道理上面长大 这个是神看最美好的成长 这个是神看来最美好的成长 前不久我们沙巴有乙林斯班在这里现世 我在前面才看到有一个姐妹长得特别小 我在前面看到有一位姊妹相当特别小 但是她的高兴她的唱诗的快乐 比那些个子大的都还好看 但是她的开心她唱诗的快乐 比个子高的都还好 所以神的恩典神的喜乐 在人的感受 表现出来跟你的身材大小没有关系 所以神的恩典神所给的喜乐 你的感受表现出来 你跟你的家庭富有贫穷是没有关系的 你都跟你的家庭富有贫穷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要弄清楚 我们才能够做好一个很美的成长 我们才能够走到一个很美的成长 我们就根据希伯来书里面 我们根据希伯来书里面 来谈一谈更美的成长 来谈一谈更美的成长 要注意几件事 要注意几件事 才能够让我们在肉身也成长 先可以令我们在肉身也成长 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也成长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也成长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也成长 在神的恩典上面也成长 在神的恩典上也成长 这才是更美的成长 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先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十一章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在新约圣经三百二十三年 第十四节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法律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换卫基督受的灵欲 给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二十七节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黄怒 因为他恨心忍耐 如同看见哪不能看见的主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因着信心长大 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因着信心长大 他不肯称为法律女儿的孩子 不肯称为法律女儿的孩子 他愿意跟以色列百姓同受苦害 他愿意跟以色列百姓同受苦害 他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都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看神的信仰比埃及的一切物更宝贵 所以他选择离开埃及王宫 所以他选择离开埃及王宫 他去追寻那位看不见的主 所以这个教导我们什么 你要有一个更美的成长 你要有一个更美的成长 你就要懂得看破现在 你就要懂得看破现在的世界 就是我们要做到一个不要留恋现在 我们就是要做到一个不要留恋以上 我们努力生活没有错 我们努力生活没有错 但是我们得到了 但是我们得到 我们就要再从这个地方不要忘记了 怎么样追求那看不见的主 所以像大家能够常常聚会 这个就是要亲近这位主 所以好像我们大家时时聚会 就是为了要亲近的主 你要聚会 你要排开一些时间 你要聚会 你就要排开一些时间 把一些事情做一些调整 把一些事件做一些调整 这些动作就是我们不被现今的世界挟制 这些动作就是我们不给现今的世界 我们目标也不留恋在现今的世界 我们的目标也都不是留恋在现今的世界 我们活在世界 我们生活 我们工作 我们努力 但是不被它挟制 但是我们不要被它挟制 我们也不留恋它 我们该得的就得 我们该得的就得 我们该用的就用 但是我们该追求属灵的信仰也不能放松 但是我们应该追求属灵的信仰也不可以放松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世界不知道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每天要准备好 我们每天要准备好 随时可以见主面 随时可以见主面 根据约翰长老他这样说 这世上的一切和情欲都要离开 这世界都要毁灭了 这个世界要毁灭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世界带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带到神的面前 哪一个人空空的来到世界 从那个不知名的世界带东西来到这世界 没有 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不知名的世界里面 带一些东西过来这里 我们都是空空的来 你说你从哪里来 我们都可以说 从妈妈肚子生出来 你问你是哪里来的 我们都会说 在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 你从妈妈肚子出来 有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出来 没有 你从妈妈肚子里面摸着金银财宝出来 是没有的 当你走的时候你抓得住吗 当你走的时候你捉不捉得住呢 抓不住 那可是你的家里人给你放你喜欢穿的衣服 给你放你摸的那个什么信用卡 充分卡 也都会放这个 只是你家人把你喜欢的衣着 或者你喜欢摸的信用卡 放在这些东西 你可以带到神那边 我带不到 但是这些东西 你是不能带到神那边 这世界会灭亡 这个世界 你没有办法一直永恒地抓在你手中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一直永恒的 所以你要学会一件 所以你要学会一件 我要生活 我要生活 我要有生活的工具 我要有生活的工具 但我不要忘记了 但我不可以忘记 我一直永远要抓的是神这边的永恒 我永远要抓住的是神这边的永恒 所以我们不要留恋在这世界 所以我们不要留恋这个世界 父母对子女有责任 父母对子女有责任 但是子女长大他自己要负责任 但是子女长大自己要负责任 所以信仰是自己跟神要负责的 所以信仰是自己跟神要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跟摩西一样 因这信心来长大 因信心长大的 那是一种美好的见证 因信心长大的 是一种美好的见证 你因这世界长大 你体验不到什么东西来 你因为这个世界长大 你体验不到什么东西 你小时候爸爸妈妈给你买那个玩具 巧克力糖 你高兴得不得了 小时候爸爸妈妈买玩具 巧克力给你 你开心得不得了 你现在很大 但你现在大了 爸爸妈妈再买玩具 跟巧克力给你 你会很生气 爸爸妈妈如果再买玩具 或者巧克力给你 你会很生气 你可能要的是真的 你自己可以开的那种车 或者你要的是 真的可以自己开的那种车 所以这世界会变 你要知道什么是永恒的 你要知道什么是永恒的 不要留恋在现在 所以不要留恋现在 你应该把握现在 开创未来继续努力奔跑 你应该把握现在 开创未来继续努力奔跑 有时候我们都过去很令人伤心 有时候我们过去很令人伤心 有时候想不透了 有时候是想不透 但是过去就过去 但是过去就过去 把握现在 你至少要把握现在 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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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调整 生活的调整 信仰的调整 信仰的调整 我们生命的这个战斗力的调整 我们生命战斗力的调整 你不要把那个专心战斗力 放在这个世界 你不可以将专心战斗力 放在这个世界 你也要放在属灵的战争上面 要放在属灵的战争上面 你这样才不会留恋现在 这样你才不会留恋现在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存在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成长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一节到四节 第二章的一节到四节 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当月发正中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直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刚犯叛逆的 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第三节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徒罪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说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第四节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歧视和百般二人 并圣灵地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讲要尊重神的道理 这里说要尊重神的道理 你不尊重不去执行 那你就得罪神 你不去尊重不去执行 你就得罪神 你会受到报应 这个道理所显明出来的 就是一个神的救恩 这个道理所显明出来的 就是一个神的救恩 第四节说 按神的真理 来建立的救恩 按神的真理来建立的救恩 用神之指示 用神之指示 百般的异能 圣灵的工作 把这个救恩见证出来 将这个救恩见证出来 希伯来书在勉励当时受难的信徒 希伯来书在勉励当时受难的信徒 这几节经文是要教导我们根基要稳固 这几节经文教导我们根基要稳固 对一个新受洗的人来说 对一个新受洗的人来说 他会很积极 他会很积极 因为他很多道理不懂 很多事情没有经验 很多事情也没有经验 所以他会积极 所以他很积极 所以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这样说 我们来看六章的第一节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 这里说勉励我们 我们应当离开初信主道理的开端 我们应当离开初信主道理的开端 要决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再另立别的根基 不再另立别的根基 而是要坚定的来信靠耶稣基督 而是要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一个美好的成长 所以一个美好的成长 一个基本的表现就是要信仰的根基要稳固 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信仰的根基要稳固 这个根基是借着主的十价救恩打下来的 这个根基是借着主的十价救恩打下来的 在希伯来书十章的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说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说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心又火的道路 耶稣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有生又活的道路 我们真的要这样来去相信 我们真的要这样来相信 你接受洗礼的时候 就有了这种顺利的见证在洗礼里面 你接受洗礼的一刻 就会有这种真理的见证在洗礼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不认识 也不能故意忘记 美好的成长 要站在耶稣的根基上面稳固去发展 要站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稳固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信主很久以后麻痹 我们不能因为信主很久之后麻痹 然后开始不想聚会 一个人要改变信仰要变质 就是现象就是开始不聚会 一个人信仰要变质 现象就是开始不聚会 哪里有很少聚会 你的信仰会比那个常常聚会的好 哪里有那些常不聚会的信仰会比常常聚会的好呢 我们目前找不到这种人 只要你听他讲话 那都是外面的话 你问他圣经记在哪里 经文他都回答不出来 你问他圣经经文记载 在哪里他答不出来 这样的人信仰会很稳 这样的人信仰会很稳 那是骗人 稳定的是骗人的 常常聚会 所以我们台湾以前 真的感谢主 所以我们台湾以前真的感谢主 我们是每天聚会 我们是每一天都聚会 礼拜六上下午 礼拜六上下午 礼拜天到礼拜五 天天聚会 礼拜日去到星期五 天天聚会 聚会到那个领会的写什么题目 你都可以找到他要讲哪一段 聚会到那个领会的写什么题目 你都找到他想要讲的经文在哪里 然后听听他怎么解释 然后就听听他怎么解释 常常聚会有这个好处 他遇到事情 他就会想圣经的道理 遇到事情 他就会想圣经的道理 才不会一直活在那个 以牙还牙 以言还言的这种生活里面 才不会一直会在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的生活里面 我们信徒信久了 也有人现在这个毛病 我们信徒信来了 也都有人陷入这个毛病 那个人讲一句话不好听对我 那我可能要讲十句 那个人对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我会说十句 哇 那个人在开会的时候 把我的名字拿掉 有一天我做夫妻 还我赚他们一家 那个人在开会的时候 把我的名字拿走 有一天我做负责人的时候 我就会拿走他们一家 信主信到根基没有 耶稣是用爱来爱仇敌 耶稣是用爱来爱仇敌 就算他是仇敌 但是你有去爱吗 你还没有认定仇敌 但是你保护自己太厉害 以言还言 以牙还牙 你这种做法 你这种做法跟过去我们中国人强调的 君子十年报仇也不晚 人那十年再讨好的报仇也不迟 你这种做法跟我们中国以前有说 君子十年报仇也不晚 这种说法是一样的 那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吗 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这样的吗 这个仇啊 仇降到啊 什么时候才会玩这一篇呢 所以我们的仇如果这样 一直报下去 什么时候才会有缘织呢 我们信主不是这样的 而是肉体的长大 心灵的成熟 人格的稳重 然后要在神的道理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别人不能忍这个苦我可以 别人不能吞这个话我可以吞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可以忍耐做 这个很重要 如果别人的肚子里面能够吞一个大面包 如果别人的肚里面可以吃一个大面包 那你试着去学习你的肚子里面可以吞一只大象 我们试着要学习 我们的肚里面可以吞一只大象 最好是变成一片海洋 最好是变成一片海洋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那个海啊 它不是随便就这样形成的 那个海不是随便就这样形成 你说靠天上下雨也不是天天下 它是多少的河川流到它这一块海洋里面 它是多少的河川流到这一块海洋里面 哇 不是只有几百个河川 不是只有几百条河川 比如说我们说太平洋 比如说我们说太平洋 我们台湾很多水河流都往太平洋进去 但是太平洋的那一端是美国 美国的水也进去那边 美国的水也进去那边 跟太平洋有关系的国家很多 那国家的河流也是往那边塞 那些国家的河流都是往那边塞 如果我们的成熟能够像一片大海洋 如果我们的成熟可以像一片大海洋 那多少海川进来 可以那多少海里面的生物在里面生存 可以那多少海里面的生物在里面生存 我们信耶稣应该有这种成长 我们信耶稣应该有这种成长 不得了 我们想想看我们是怎麽面对自己的邻居 我们想想看我们是怎麽面对自己的邻居 怎麽面对自己的同事 怎麽面对自己的同事 朋友同学 我们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根基稳固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根基稳固的人 真的看到有熟灵美好成长在你身上的人 那你重视神救恩的人 一个重视神救恩的成长的人 你就很自然地 要让自己去成长 你就很自然地会令自己成长 去接受这一切 然后要把它吞进去 然后要把它吞进去 消化掉 你自然就在心中释放人 你自然就在心中释放人 他不释放是他的问题 他不释放是他的问题 我靠着主有美好的成长 我快乐 我靠着主有美好的成长 我快乐 你心那么小你一直要计较 那是你的事情 你的心那么小 你一直要计较 这个是你的事情 这个成长很重要 这个成长很重要 你是不是在神的道理里面有明白 你是不是在神的道理里面有明白 神救的见证真的活化在你的心里吗 神救恩的见证真的活化在你的心里吗 你要常常感觉到 神实价的受难 一直活化在我眼前在我心里 你要时时感觉到 神这个十价受难 时时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自然就会很尊重神的救恩 你自然就会很尊重神的救恩 你的信仰就越来越稳了 你的信仰就越来越稳了 你才不会随便了 你才不会随随便便 你凡事就会以神的救恩为大 你凡事都会以神的救恩为大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第二十五节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境界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境界我们的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丹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二十七节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拿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常传 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敬毅的心是奉神 在这里告诉我们 那个曾经向我们说话的 就是讲神的话 那个曾经向我们说话的 就是讲圣经的话 就是讲圣经的话 曾经感动我们立志信主 曾经震动我们心里的天地 所以我们一直感谢活在祂里面 藉着神的道 藉着圣灵的帮助 藉着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得到恩典的见证 所以我们感受到在神里面 是那种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我们感受到在神里面 是一种不能震动的国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所以我们非常愿意 跟神的生命来结合 这是神喜欢的 所以我们要用虔诚敬毅的心来侍奉神 我们肉身有很多的忧愁苦 我们肉身有很多的忧愁苦 有很多不能解决的 但是一想到我们现在所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 但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所信的是这位耶稣基督 在祂里面的一切是不能震动的国度 是非常坚固的 有人欺负我们 我们有患难 我们可以跪下来奉主的名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 能够忍耐 不要跟人家一样这种不法的做法 求祢感动我 让我安静 求祢帮助 也能够改变对方 可以改变对方 我们可以像神这样祷告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位主 这些世上的种种都要过去了 想到祂为我们预备的不能震动的国度 这是今天我们活着的一个盼望 有时候伤我们的是我们最亲信的家里人 但是我们也是要睡眠 想到将来的盼望是大的 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活着的一个欲望 活着就是要跟耶稣的恩典结合 我们活着就是要跟耶稣的恩典结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 不然很多事情可以打败你 因为你放的是 左眼点焦点在人身上 因为你放的雀眼点在人身上 在这个世界 但是你放在那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 神这边的时候 你的盼望是坚强的 但是如果你放在那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 神这边的时候 你的信心就是坚强的 我们来看13章 我们请看13章 12节到14节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也当出道形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灵欲 14节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成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成 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盼望要坚定 主要的目的是我们的盼望要坚定 要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他成就实价的这个工作 他成就实价的这个工作 他被带出耶路撒冷城到那个独罗山 各个他山上 是城外被定死在那里的 他被带出去耶路撒冷城 去那个烛楼山各个他山上面 这里也告诉我们 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里告诉我们 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没错 但是我们的心志 我们的盼望不留在这个世界 要离开 要寻求那将来永远的城 国度 要去尋求那个将来永远的城 而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城 而不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 这个城 目的是教导我们 要一个美好的成长 就是要盼望神的这种坚定 目的是教导我们 要有一个美好的成长 要盼望神 这个盼望一定要坚定 这个盼望一定要坚定 真的 只要我们才可以承受很多很多的事 真的 这样我们才可以承受很多很多的事 你的目标才一直正确 你的城城才是对的 你的前程才是对的 这种城城很美 这个成长好美 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信有神 且信他上次那尋求他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 要来到神面前 要有信心 才得见神 才得到神的喜悦 这种人 他才能够从神得力量 这种人才能够从神得力量 所以我们第四个最后要谈的 所以我们第四个最后要谈的 只要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是要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得到从主那里得到力量 要从主那里得到力量 我们来看三十九节 我们请看三十九节 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 第三十九节 这些人都是恩信 得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这里讲古代的古圣徒信心的见证 这里讲古代古圣徒信心的见证 当耶稣还没有成就使用救恩 他们还得不到应许 但是他们信心的表现有证据 神同在 但他们信心的表现有证据 因为神同在 耶稣成就使用救恩以后 他们也进到耶稣的国度里面了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古代的古圣徒 他们都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古代的古圣徒都可以得救 他们只要悔改归向神 而且神认定他们是信心的人 而且神认定他们是有信心的人 他们也从神得到力量 得到美好的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 我们请看希伯罗书第十章 第十章 请看二十二节 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 第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规见 已经耍去身体用清水洗淨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所以要得到一个很美好的成长 所以要得到一个很美好的成长 就是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就是要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你才可以得到力量的见证 才会得到恩典 才会得到恩典 你想想看你得到力量是从哪里来 你想想你所得到的力量是从哪里来 我发现有的父母亲不错 我发现有的父母亲不错 孩子要找工作 孩子要找工作 孩子要结婚 孩子要结婚 孩子要读书 孩子要读书 或者生病 都会打电话 找同龄或教会的传道长子带导 都会打电话 找同龄或教会的传道掌执一起代讨 就有一个昨天晚上我在做访问的时候 昨晚我在做访问的时候 最后十点多要坐车回来教会 最后十点多要坐车回来教会 我就在车上接到电话 我就在车上面接到电话 有一个信用锁 有一个信徒 我传道帮忙代祷 传道帮忙代祷 我的孩子在国外要面试工作 我的孩子在国外要面试工作 我说好这个很好 我说好这个很好 虽然孩子在国外 虽然孩子在国外 但是做母亲她用祷告 比如说信心到神面前来祈求神 但是做父母亲的憑着信心 在神面前祈求神 不单止这样 还找人一起代祷 这个是不错的 不是电话拿起来说 哎哎哎哎 我告诉你那个信徒坏蛋 他昨天讲我这样 混蛋啊什么蛋 不是电话一拿起来就说 我告诉你有一个坏人 那个信徒买蛋 他这样讲我 电话一拿起来不要这样讲话 可能他有一点点坏 并没有那么坏 不一定 或者他有一点点坏 但是没有那么坏 也不一定 但是给你说过真的很好 我老师在谈那个蛋很坏 或很笨 还好的是在那里讲 那只蛋是多坏 还是多坏 因为人不是蛋 怎样都说不到个人 因为人不是鸡蛋 不是蛋 因为蛋很多 总不一定是鸡蛋 因为鸡蛋有很多只 蛋有很多只 不一定是鸡蛋 电话拿起来是应该 互相代道 互相扶持 电话拿起来 是要互相代讨 互相扶持 都讲一些有造就的话 也不错 多讲一些有造就的话 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都是要 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因为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我看到他很可怜 遇到事情 遇到事情 所以就算没讲 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是帮着他祷告 求主耶稣 赐给他力量 就算没讲 我们都会帮助他 徒告 求主耶稣 为什么要跑到面前说 你不好 你怎样 真的不太好 为什么一定要去到他面前 你不好 你怎样 这样是不好的 比如说讲下去 两个人都是完蛋 都没有成长 有时候说下去 两个人都完蛋 都没有成长 更美的成长 是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的 是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是要用诚实 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得到力量 我们应该要这样努力成长才对 我们应该要这样努力成长 少批评 少批评 少毁谤 少计别人的过犯 少计别人的过犯 过去都过去 过去的就由得过去 有时候那个过犯 对当事人就已经很痛苦了 有时候那个过犯 对于当事人已经很痛苦 我们就不要再加上去 我们就不要再加上去 我们要一起从神那里得力量 我反倒要感谢主 我没有碰到这个软弱 我反倒要感谢神 我没有遇到这种异量 所以你比人家有力量 所以你比人家有力量 但你只要懂得 为他祷告 求神给他力量 你只要懂得为他祷告 求神给他力量 做这个动作 当你在做这个动作 很明显的 你比人家属灵的层次 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帮助 很明显的 你比人家属灵的层次高一点 所以你可以帮助他 那你不是用这个角度进去 那还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角度 你求主带领 帮助我们 有更美好的成长 帮助大家有更美好的成长 不要留恋现在 根基要稳固 盼望要坚定 盼望要坚定 要从神那里得到力量 我们最后看一个经文做结论 我们最后看一次经文做结论 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请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 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了 我想我们一起来读 然后增加一点印象 然后增加一点印象 十七节到十八节 十七节到十八节 我们大声的一杯开始 在这里 我们不要受任何的人事物 让我们信仰的地步跌倒了 我们不要受任何的人事物 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地步 一旦受影响 一旦受影响 我们的成长就停下来 我们的成长就会停下来 就不美好了 就不美好 也不属灵了 你都不属灵 十八节比得长老这样勉励 十八节比得长老这样勉励 我们反而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 进步 我们反而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 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 如果我们注意了 如果我们注意了 我们就在主的恩典上成长 我们就在主的恩典上面成长 如果我们努力做好了 如果我们努力做好了 我们就在祂的道理知识上面成长了 我们就会在祂的道理知识上面成长 这个在神所看来是美好的 在爱主的人的眼光看也是美好的 在爱主的人的眼光所看也是美好的 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唱书一百八十七首 第一百八十七首